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距离的观察 圆青花满池胶纹大罐 它的情况 我希望呢我把这个 这个大罐的这个详细的 近距离的让大家展示给大家 然后呢我希望让大家能够 在留言当中写下你对这件大罐的看法 你看到了什么 你观察到了什么 以及你发现这其中的一些细节的部位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想呢因为我在前面也持续不断的 介绍了很多圆青花的辨别的方法 我们主要是从五个大的方面 第一呢就是它的气形 第二就是它的太佑 那么第三呢就是青花的发色 第四呢就是文士布局以及绘画 第五就是它的圈足 那么今天呢展示给大家的呢 只是哈这个它的这个几个面 和它的罐里边的情况 那我想听听大家哈对它的认识 那这样我就可以了解 这些就是大家呢 对圆青花的这些个理解 对它的鉴赏的能力有多少 这样以便于将来咱们一起再来共同的讨论 其它的问题 因为现在呢这个国内哈 号称有这个民间收藏家 有八九千万人 有这么庞大的这个民藏收藏家 但是我看了很多他们展示出来的收藏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现代房品啊 包括那些具有什么收藏家协会头衔的 甚至有什么有啊 鉴定师头衔的展示出来他们的藏品 都是属于现代房品 所以呢我想了解一下大家的这个 这个鉴赏水平是怎么样子的啊 然后呢我再好去针对大家的情况呢 去进行不同的讲解 这样呢才可以充分的做到 所谓的啊有地方师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点赞订阅以及转发我的视频 那么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